哈囉大家好又見面了 又到了白貓的新情報時間啦 那事件3悲狀的故事結束過後 估計是想大家放鬆一下 這次的活動是大家來玩樂團 舒緩一下氣氛 那組樂團的是我們的霞、諾雅、馬魯跟路卡 這組合是要大家和報的面試嗎? 主題活動名稱為Rockin Girls 同時官方也公佈了相應對應的歌曲MV 不過與其說是Rock 音樂聽起來是比較有pop的感覺 跟某愛媽的某人一樣 只要有心Rock 什麼都是Rock 那麼首先就馬上來看看我們的角色介紹啦 那第一位就是我們的霞 黑長髮的Center擔當 這次的職業是吉他手 是雷屬性的槍兵 那配音員是我們的三折殺千象 著名角色當然就是黑雪姬 技巧部分呢 第一個是當然每個人都會有的音樂BUFF效果 那S1是彈奏後向前方發射音符 那當防禦集氣時發射的彈數會有所增加 那S2是可移動式的給予周圍傷害的攻擊 同時會開這個傷害盾 然後這個就是瞬間防禦Just Defense的時候會有特殊的音波追加攻擊 整個就是音樂太強不晃會被撞在地上啊 第二位是我們的水母諾亞 水賴齊萊啦 那這次的操警也是超可愛的啦 那是電子琴的彈奏手 就是水屬性的拳法家 那配音員最出名的作品當然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雷姆啦 技巧部分S1是三段跳的攻擊加上水母召喚 水母可以分三階段強化而且會自動鎖敵 S2是前方的水母火箭升天攻擊 當然一樣會上音樂BUFF 那另外因為是有追加這個反擊的判定 會反彈彈射出水母出來 果然是水母新人喔 有水母的狀態下放2技 當然這個傷害會跟著一起上升 第三位是我們的天使馬魯 這次是鼓手 職業是雙棍 不是雙刀雷屬性 那身優呢 總級蹲美最近比較紅的應該是 動畫兔女郎學姊裡面的雙葉李央 那當然馬魯本身也很紅啦 技巧那個S1是可操作式的移動攻擊 可以長按到SP沒有為止 整個就是老司機開車的狀態啊這個 S1是可以幫我方上BUFF 那S2是可移動的範圍攻擊 連續的小跳躍連續的範圍放電攻擊 然後最後會有這個掉澡盆的追擊 這真有趣喔 然後S2呢也會有音樂BUFF 可以幫人家上盾 第四位是我們的路卡 路卡那個色氣滿點的路卡萊拉 這次是華麗的貝斯手 那個職業是光屬性的戰斧 那聲優呢 倩屋日海下最出名的角色應該是 艾卡茲的女主角 真宗拉拉 果然到哪裡都是天使啊這個 技巧部分 S1的是可移動式的前方攻擊 憤怒的大範圍的砸這個BASS的攻擊 很怒的感覺 也會順便上音樂BUFF 那S2是放追尾的光彈 會依戰斧的動作 S2會更改光彈的種類 會讓這個追蹤光球 更多速度跟軌跡的變更 好的 那接下來就是主線劇情的部分 簡單來說就是 四個人因為氣氛感染 就是也想要組樂團啦 然後四個人都是音樂的素人 那最後結果會是如何呢 這次的整個畫面感覺 就非常有現今的偶像類型遊戲的感覺啦 就整個很像艾瑪斯或是那個Bandrine的感覺 每次看到這種活動 像之前的那種Sharehouse 都會覺得白貓真的是有無限的可能性了 這次的分數這個大賽也很有趣 分數會隨著等級的不同 背景音樂也會跟著變更 希望大家都能盡興 那這次搭配樂團的活動 當然是滿滿的歌曲新收入 而且可以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音樂喔 角色曲加上樂團曲總共會有五首新歌 來供大家選擇喔 當然每次都會有的 這次也跑不掉啦 飾品、建築、石板、稱號、貼圖 這些都是會有的 抽不到了這次顧忌得課金啦 一樣會有優惠大大大大包裝 可以考慮支持一下 然後歌曲的各種版本 官方日後都會依序的釋出 也請大家多多期待喔 另外就是戰斧鬥士的強化 轉轉轉攻擊會按著可以持續轉久一點喔 這樣子回收怒氣值會很快 官方也有說整體戰斧的CC狀態都會再強化一次 那就請大家期待吧 那麼再來就是先前一直有網友在問的這個活動合作 複刻 那目前已經確定的日期的是七大罪 複刻日期是9月20號到10月4號 會追加惡夢難度的關卡 還有這個隱藏關卡 當然同一時間那個抽抽也會複刻 然後呢期間每日的免費一抽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補足自己喜歡的角色喔 好啦那這次的情報就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也請訂閱按讚加分享老樣子 祝福大家都能抽到自己喜歡的角色喔 然後那這邊也是啊 會以自己抽到的角色為主來做影片啊 所以在沒有抽到我也只能哈拉打醬油啦 下次活動再見掰掰